一年一度中秋鞋快到了 有業者為了賺取中秋鞋商機 透過網路平台方式 提供民眾訂購烤肉套餐組合 讓消費者能以網購方式 省時快速選購烤肉食材 但這些食品來源及安全性 你放心嗎 如果是您的話 你會不會特別去 注意它的一個來源 應該不會吧 如果不新鮮的話 一定會申請售後服務 就是請它退回 根據消息會針對11間 網路平台業者抽樣調查指出 有9成企業經營者 與8成業者的商品資訊 及交付方式都不符合規定 影響消費者使用安全 可是它有的是沒有寫出 它的那個揭露 它的那個投保期間 有的是沒有寫出它的編號 有的是已經到齊了 然後沒有去做變更 它的重新投保的證明 假設這個冷凍的食品 如果萬一消費者要主張 有所變質 或者是已經不合於 所謂的冷凍的一個 保存的條件的情況之下 那可以按照這樣子的一個 財政之下 來跟業者來主張應有的權利 消息會建議消費者開封產品時 應露營存證 同時呼籲業者 必須在網購商品上 應記載事項 讓產品責任公開及透明 如果侵害消費者權益 將處3萬以上 30萬以下罰還 並暗示處罰 原始新聞虎頌56台北市採訪報導 請進來 請進來 字幕提供